第801章 怪物新人 大家暂停一下 在方圆的请求下 唐生老师亲自带着何小麦下去了 而方圆自然是找了个不错的位置 悠闲地观看了起来 他通过骆托姆给小麦 布置了那么多关于华丽大赛的训练任务 如果何小麦认真完成了 实力应该很值得期待 那么趁着这个机会 看一看何小麦有没有偷懒吧 方圆打了个哈欠 下方随着唐生划落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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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几道目光同时看来 那些正在对战练习中的校队成员们 停下后表情各异 怎么了 咦 唐老师身边这个戴墨镜的少女 是谁 可 仿佛是看出了大家的疑惑 唐生笑了笑 对着这些人道 这位是何小麦 是明年准备报考摩大的新人训练家 今天来这里参观一下 你们中有没有谁 愿意知道这位小同学啊 他没有说 何小麦和方圆的关系 毕竟方圆好像还不是很想露面的样子 现在老唐越来越奇怪了 方圆到底是在想什么 新人训练家 众人仔细观察起 何小麦 看起来的确像小孩子 置气未脱 原来如此 下一瞬间 这些校队成员明白了 这个何小麦 肯定是哪个老师带过来的亲戚吧 如果是一般新人训练家 怎么可能有机会进入这里 而且还被唐生带在身边 也只有那些对战系老师 教授的孩子 有这个待遇了 这些校队成员都很机灵 很显然 唐生的意思是 让他们出来个人指导指导何小麦 给何小麦留下一个 关于魔大的好印象 我来 这片区域一下子操乱起来 魔都大学校队这边的男生 非常积极 毕竟何小麦看起来 还是挺可爱帅气的 指导未来的可爱学妹 他们擅长啊 就是这身打扮 实在有点眼熟 那叫你吧 见这么多人响应 老唐随便指了一个 被指导的 是魔大校队的核心主力之一 林森 OK 林森淡然走出 表情和煦 他曾在小凤王碑 指挥妙蛙草拜给方圆 从此一直处于方圆的阴影下 不过方圆的存在 倒是给了他很好的成长动力 如今 他能在魔大校队 实力排进前五 是核心主力 指导一个新人 自然不在话下 见到林森 抢先 其他校队成员摇了摇头 可惜 算了 就当休息一下吧 很快 这里腾出了林森 和 和小麦对战的场地 你好啊 我叫林森 走上场地后 林森笑着自我介绍道 他虽然很奇怪 对方为什么 还戴着墨镜 但也没有多问 毕竟没有规定对战 不能戴眼镜 墨镜 就算有规定 现在也无所谓 毕竟只是指导战 学长你好 我是何小麦 何小麦道 此时 唐生已经跑到中间 担任裁判 对战规则 是一对一 毕竟何小麦是新人训练家 在唐生的事意下 林森先手 派出了一只 最近才收复不久的精灵 林森作为学长 出于礼貌 先派出精灵是应该的 另外考虑到何小麦是新人 他也没有派出太强的精灵 可以说是相当照顾何小麦 这是一只来自摩大四玉屋的小火猴 虽然表面上没什么表示 但其实心中 林森还是非常佩服方圆的 而且 他最喜欢方圆队伍中的烈焰猴了 于是乎 林森直接用关系 从摩大四玉屋弄来了一只小火猴 这只小火猴 何方圆那只烈焰猴 都出身摩大四玉屋 被林森给予很大厚望 希望自己 也能培育出一只火之战神 小火猴 乌尔 随着小火猴登场 一股热气散出 很显然这只小火猴实力不错 虽然才收服两个月 但林森已经把这只小火猴 培育到准精英级了 而且 这只小火猴火系天赋非常好 在 初始形态 就领悟了喷射火焰 小火猴嘛 何小麦感知了一下小火猴的波导后 大致判断出了小火猴的实力 这位学长 在照顾自己 他很快判断出了林森 肯定是放了水了 不然 摩大校队成员 拿出一只职业级精灵 应该绰绰有余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派出杰尼龟他们了 何小麦此时也拿出了精灵球 他深呼吸一口气 虽然感知到了小火猴的大概实力 但不能马虎 因为对手是摩大精英 杰尼龟 念落 何小麦派出精灵 杰尼杰尼 场地上 瞪着一双紫色的大眼睛 好奇心很重的杰尼龟 看向自己的对手 然后看向周围 露出强烈战役 对战嘛 他喜欢 每次对战 他和何小麦的波导 都会形成看不见的气场 杰尼龟很喜欢 被波导气场包裹的感觉 这也是为什么 波导天赋 强大的精灵 喜欢跟随波导使者的原因 那只杰尼龟看起来 培育得很不错 林森那龟孙不会翻车吧 随着双方对战精灵 确定 其他校队成员议论纷纷起来 更有和林森关系不错的 直接玩笑道 我看有可能 嘿嘿 刘勒依然是胖 不过此事不是小胖子了 而是大胖子 怎么可能会说 也有人翻了个白眼 虽然属性被克制 但林森好歹也是 摩大校队训练家啊 逆属性作战 是机操啊 对战开始了 虽然对手是水系精灵 但是林森和小火猴 还算淡定 他们在等对方先攻击 并非是为了找准机会什么的 而是林森觉得应该照顾 一下新人 然后 林森和小火猴的表情 就凝固了 杰尼龟 水炮 在何小麦的指挥下 杰尼龟直接将四肢 头部 尾巴 收回龟壳里 随后 如同一个UFO一般 在空中旋转飞行起来 它是借助水炮的作用力飞行的 缩入龟壳中的杰尼龟 竟然将高速旋转招式 和水炮招式融合 为了组合剂 形成了类似回击之盾的战术 龟甲有六个孔 此时每个孔 都射出了如同水边一样的湍急水流 于空中对小火猴所在地方 进行了无差别的攻击 卧槽 林森裂开了呀 小火猴初始形态领悟喷射火焰 就已经够变态了 你这杰尼龟领悟水炮组合剂 是什么情况 面对着可怕的水炮 毫无疑问 小火猴只要被命中 绝对GG 还好这招杰尼龟并不熟练 而林森对于小火猴的训练 够全面 漫天水流下 小火猴不断翻滚 最后竟然成功全部躲避 虽然成功躲避了技能 但是此时 林森已经完全严肃了起来 决定认真对敌 不然 真的会翻车的 那只杰尼龟 摩大校队的队长许兰表情 郑重起来 这一招 给她的感觉很熟悉 她想起来了 虽然这招还很稚嫩 但却和某个人 在小凤王碑使用的回击之盾 近乎一个原理 都是借助旋转 增加招式的攻击范围 可攻可守 说起来 曾经指挥雪童子 在小凤王碑 被方圆的衣布 以滑冰技巧淘汰的种子选手 许兰看向何小麦的衣服 笑了笑 这个女孩 是方圆的粉丝吗 只可惜 那只杰尼龟 对于波导的运用 还不到价 固然绝对不会miss的 观战中的方圆 摇头道 担任裁判的唐生老师 也看出了一招 组合技的缺点 那就是 杰尼龟无法看到 敌人 招式命中率不高 虽然提升了水炮的攻击范围 强度 射速 但命不忠 还是没用 小麦自然明白这一点 不过她并不担心 现在杰尼龟无法掌握 直接用波导 赶至对手位置了 使用火焰轮移动起来 一回合 交锋后 林森立刻开口 小火猴的优势 就是动作更灵活 可以利用这点 给杰尼龟上一刻 林森命令下达后 小火猴快速让火焰覆盖全身 身体卷成车轮状 高速在场地上移动起来 这个速度 已经并不逊色 电光一闪 或者高速移动招式了 杰尼龟的视线 也不断随着火焰移动起来 或许可以试试那一招 通过波导看到 小火猴的伸手后 和小麦明白 虽然小火猴 对杰尼龟造不出危险 但杰尼龟的大部分技能 也很难直接命中对方 既然如此 仔细感知 波导弹 小麦开口 杰尼 下一刻 杰尼龟点头 表情认真 锁定对方波导 同时 在身前凝聚一颗 像是水质波动一样 但其实是 格斗系招式的波导弹 这一招 杰尼龟同样掌握的 还不熟练 但在这种级别的对战中 这招几乎是 bug级的 因为波导弹 可以锁定对手的波导 自动追击 什么 随着杰尼龟 释放波导弹 林森再次裂开来 波导弹的速度 比起水炮要更快 直接形成一道 蓝色闪电的轨迹 追踪上了 使用火焰轮高速移动 四级发动攻击的小火猴 不管小火猴怎么躲 波导弹 就是一直追 这种情况 林森瞬间想出三个办法 使用喷射火焰阻挡波导弹 引导波导弹 撞击到地面 等待波导弹能量好近 可是 这三个办法 执行起来都有困难 因为 使用完波导弹后 杰尼龟开始成胜追击了 杰尼 一道水枪飞来 和波导弹形成了前后夹击 林森和小火猴的表情同时凝固了 碰 为了躲避水枪 小火猴直接被波导弹追上 火红与未来的能量波形成爆炸 无比夺目 烟雾散去 仅仅是一招 小火猴便战斗不能 这让林森明白 以波导弹的威力 即使是以喷射火焰抵挡 也不行 因为火焰会被瞬间击溃 林森败了 林森自己自然是尴尬无比 轻敌加小火猴的确实力不如杰尼龟 是他败掉的原因 这个结果 让林森有些不能接受 其他人 猛逼过后 大笑起来 笑死我了 林森竟然还真翻车了 不过 你们不觉得可怕吗 那一招 是波导弹吧 掌握了水炮 拨导弹的杰尼龟 这还是新人的精灵吗 一群校队成员 没有过多笑话林森 毕竟林森没用权力 只能说是 错估了何小麦的实力 不过此时 他们倒是对杰尼龟非常好奇 这种杰尼龟 就算是摩大的四语屋 也培养不出来吧 就连一旁的唐生老师 都露出吃惊的表情 不得了啊 这只杰尼龟的天赋非常可怕 假以时日 成就最低 估计也是大世纪 该怎么说 不愧是方圆带出来的学生 同学你的杰尼龟培育的 真不错 此时 林森收回了小伙猴 挠了挠头笑道 希望能化解尴尬 同时问道 同学 你想不想挑战 更厉害一些的精灵呢 林森头痛 靠 这什么新人啊 不行 不能 就这样 输了 得再来一把 啊 要重新开始吗 何小麦道 啊 算是吧 林森听着周围的议论 脸红起来 早知道何小麦这么厉害 他就直接派主力进行指导了 现在 搞得自己下不来台 太难受了 何小麦同意了 对于这个结果 唐生极为无语 心中暗骂林森不靠谱 不过 还是同意了继续对战 接下来 林森派出了自己 职业级的沙漠蜻蜓 沙漠蜓蜓登场 场地 瞬间有风沙出现 覆盖场地的风沙 让这只实力强大的龙系精灵 非常有气势 被称为沙漠精灵的生物 很显然和那只小火猴 不是一个级别 这小子 还要不要脸 训练馆上面的座位上 方圆也 无语至极 以前怎么没发现 林森脸皮这么厚啊 说了一次 直接派职业主力了 可还行 方圆 果然是你 方圆观战的时候 一道声音从他旁边响起 方圆转头看向这个 穿着蓝色 对战服 外表冰冷冷的女生 露出了笑容 他自然早就发现了 许兰朝着这边走过来了 方圆也很好奇 许兰到底是怎么认出自己的 许兰 听说你成为校队队长了 恭喜恭喜 方圆道 是你带来的吗 许兰询问 方圆和何小麦 忽然出现在这里 太值得让人怀疑了 许兰心中已经确定 方圆绝对和下面那个少女 有着什么关系 她呀 是的 她是我们星圆流道场的 新人训练家 我带她过来挑战下你们 方圆道 也没隐瞒来意 因为很快 这些人就能知道 何小麦的实力了 挑战 从方圆口中 说出挑战二字 许兰可不认为 只是普通的挑战 当初方圆挑战 帝都大学竞技社社长 校队成员 校队 副队 他都是在场的 此刻 下方传来一道道惊呼 方圆和许兰的目光 直接看了过去 林森更换精灵后 何小麦的表现也很简单 通过波导 他自然知道 杰尼龟完全不敌 也更换了精灵 杰尼龟被收回的举动 先是让林森一猛 紧接着摩大这边 全员露出茫然的表情 什么情况 这个新人 训练家 要更换精灵 新人年 双精灵 割打鸭 拜托你了 面对职业级对手 何小麦 直接派出了 同为职业级的割打鸭 随着割打鸭登场 并且额头发出怪异的光芒 无天气特性发动 漫天风沙 瞬间被压制 场地上 弥漫起了来源于 念动力的寒冷 压迫 博大的校队成员 指导老师唐生 直接震惊起来 卧槽 一个念头 压制职业级 沙漠蜻蜓的沙豹 那这只割打鸭的实力 这一刻 林森再次裂开了呀 什么情况啊 这个女孩 不按套路出牌的样子 怎么感觉像急了一个人 这 发现何小麦 还拥有一只 实力未知的割打鸭 方圆旁边的许兰 也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确定她是新人 新人 怎么会拥有这种实力的割打鸭 货真价实 她的确只有16岁 今年才注册成为训练家的 不过 她比较特殊吧 毕竟 能成为我们新源流的训练家 割打鸭手掌水流击射 随后冰霜之力弥漫 直接通过水流和冰冻拳 塑形出了一把锋利冰刃 割打鸭身影一闪而逝 凭借超能力 限制沙漠蜻蜓行动后 直接通过冰刃 将漂浮的沙漠蜓蜓重创 表现出了极为强大的实力 和协调素质 似被弱冰 而且是被形态变化的冰冻全命中 训练馆中 请客传出沙漠蜓蜓的惨叫 这一幕 完全被唐生 刘乐 许兰他们呆滞地看在眼里 担任裁判的唐生 直接转头看向方圆的方向 希望询问是什么情况 这和说好的展开不一样啊 方圆旁边的许兰 也凝重地看向方圆 报 所以 你们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借助摩大校队指导新人 别开玩笑了 掌握这么强大的念动力 和水流冰霜协调能力的割打鸭 摩大校队中 有几个人的精灵 是对手 啊 挑战啊 方圆心虚 总不能说是来踢管的吧 让 和小麦挑战摩大校队 既能锻炼下和小麦 还能激励下摩大校队 这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吗 第802章 方圆的威慑力 再次输了后 林森彻底裂开了 但这还没有结束 和小麦觉得自己 还能打 毕竟 他和哥达亚连底牌还都没用 比如 心灵感应 这就是他的底牌 使用心灵感应 可以完美指挥战斗 至于向方圆的新之力 波导增幅什么的 和小麦这个初学者 还不会 不过 即使只有心灵感应这一个技能 也足够他领先 许多训练家了 那个 看着呆滞的林森学长 和小麦道 还要继续吗 还是让其他学长学姐来对战 这话 可以说是相当嚣张了 不过和小麦 却没有太复杂的意思 就是单纯的 想继续对战而已 哼 听到和小麦的话 方圆当场笑了 很不错 不愧是他的学生 不过 林森等校队成员 脸色倒是黑了 虽然性别不同 小女和方圆那混蛋一样 都挺让人生气的 你到底是谁 林森问 让林森相信 一个新人训练家 掌握职业级疙瘩压 根本不可能 败掉了之后 林森看着和小麦 只想要一个 能让他满意的回答 他不能输得这么冤啊 这个 和小麦想了想 明白了过来 这位林森学长 想必是想知道 他为什么以新人的身份 可以拥有 这么强的实力吧 这个怎么解释呢 下一秒 和小麦立刻想起了 方圆在世界赛说的那一句话 恍然大悟 然后极为认真道 新元流训练家 何小麦 请多指教 新元流 一开始 包括林森在内 众多校队成员 还在疑惑 新元流是哪个道场流派 不过很快 他们一射过来 表情开始不断变化 急剧变化 最后震惊 擦 新元流 初代掌门人 波导使者 方圆 这句话 立刻浮现在他们脑海中 新元流 可不就是方圆 在世界赛上公布的 自己的流派吗 也就是说 这个人是方圆的道场的学徒 这一回 不仅是林森 绝大多数校队成员 都裂开了呀 奶奶个腿 什么情况 喂 我说你们 此时 方圆被许兰发现后 也随着他一起下来了 林森 刘勒 吕良 十一名等人看到方圆后 一阵未疼 果然和方圆有关系 毕竟 方圆本尊都来了 我说你们 到底有没有好好训练 不会连一个新元训练家 都打不过吧 方圆冲着刘勒 吕良等人 笑呵呵道 靠 面对方圆的群嘲 就连方圆旁边的 许兰和唐生都听不下去了 校队成员 觉得方圆是在说他们弱 而老唐 觉得 方圆是在说他叫得不好 不过 面对方圆的话 他们却无力反驳 因为这个何小麦 实力确实变态了一点 根本不像一个新人训练家 方魔王 你怎么来了 刘勒等几个 何方圆熟悉的同学 惊讶到 是方大 是活的 方大求签名 方队牛逼 我是你 粉丝 求何兆 也没生气 毕竟当年大家一起互损的次数 不在少数 而那些何方圆 不熟悉的校队成员 也没什么感觉 毕竟这可是明星级人物 方圆 有资格说他们弱 甚至亲眼看到方圆 他们只感觉身体在颤抖 签名 何兆 今天不管是什么 总要弄到手 一项 老师的人气好高 一旁 何小麦感受到众人的情感波动 羡慕到 这就是世界赛冠军的人气 这就是实力强大的 训练家的魅力 他什么时候 才能成为何方圆一样强大的训练家呢 那个 这些都没问题 不过等一下再说 方圆笑道 此时还是何小麦的对战时间 方圆可没想 终止 面对其他魔大训练家的狂热 他推托道 唐老师 我有个很棒的主意 他下来 是想和老唐商量件事 什么 唐生嘴角抽搐 从何小麦拿出疙瘩压后 他就 清楚了 方圆根本不是为了请教来的 这小子 一肚子坏水 对战继续 如果校队可以战胜何小麦 今天我就留下指导大家关于华丽大赛的技巧 怎么样 方圆开口道 他话落 许兰 林森 他们直接动容 华丽大赛就是方圆搞出来的 方圆自然是对华丽大赛最了解的人 而方圆的实力 也无人可以质疑 绝对的 顶级大师 目前 指导校队的唐生 不过是老牌职业训练家而已 实力也就相当于大师及训练家 而方圆的实力 可比如今的老唐强太多了 有方圆的指导 的话 顶级之下 无论是什么级别的训练家 都能有很大收获 这是不亚于十二支级别的讲座 听到这话 这些校队成员自然欣喜若狂 可以 说定了 有方圆这个免费劳动力 能使唐 唐生也乐意至极 方圆 这个大忙人 愿意抽空一天来指导校队 那感情好啊 方圆指导校队 华丽大赛出了成绩 业绩还是他的 美滋滋 看来方圆这小子 还会做人事吗 要继续对战吗 听到方圆的话 何小麦看向众校队成员 那些校队成员 也看向了他 这一刻 整个摩大校队 与何小麦之间 形成了强烈的战役气场 方圆看了一眼时间 上午九点钟 时间还早 那么今天 就在摩大里度过吧 一VS一对决 接下来 何小麦陆续指挥哥达鸭 打败了刘勒的卡比兽 打败了吕良的黑鲁家 打败了 何方圆坐在一起 看戏的老堂 也终于明白了 方圆为什么这么有自信 妈大 这只何小麦 实力也强得太过分了吧 看着自己带出来的 一个个摩大精英 败下阵来 老堂心色 无比 我说方圆 这个何小麦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个新人 不可能收服实力 这么强的哥达鸭吧 也难怪他会怀疑 16岁的年龄 掌握一只职业级哥达鸭 这种事 听起来就离谱 难道是方圆以权谋私 以方圆的身份 的确能办到 甚至一些大师 及训练家 都能做到 将提前培养好的精灵 继承给后代 但基本没人这么做 一是会拔苗助长 缺少历练环节 新人训练家 成就会有限 二是 如果不是亲自收服 训练 培育出来的精灵 训练家 会很难得到精灵的 认可 默契会很差 从而越来越影响 训练家本人的成长 除非是非常特殊的情况 否则新人 不可能接触到 这种级别的精灵 老堂 不相信方圆 会直接送给 何小麦这么强大的精灵 而且 这只疙瘩鸭 和何小麦的配合 在唐生看来 绝对不像是 羁绊很差的样子 反而 他们的配合 比起那些校队成员 还要更好一些 这就奇怪了 唐老师 你不好奇 小麦为什么一直戴着墨镜吗 啊 为什么 老唐问道 方圆道 那只疙瘩鸭 的确不是小麦 正常收服的精灵 它是小麦的倒忙精灵 这只疙瘩鸭 就和小麦的父母一样 照顾着它长大 所以他们就像家人一样 感情自然没有问题 因为何小麦 向往成为训练家的缘故 所以有对倒忙精灵做 训练 这就是那只疙瘩鸭 为什么这么强的原因了 倒 倒忙精灵 何小麦是盲人 唐生老师表情一变 怪不得一直戴着墨镜 可是 一个盲人 怎么可能成为训练家 难道说 何小麦是我意外发现的 波导使者 也就是超能力者 和我在世界赛 使用的能力类似 所以我才会帮助她 成为训练家 现在 她基本 已经可以用波导代替眼睛 和正常人 没什么区别了 等她升入大学后 唐老师 你可要多照顾她一下 方圆解释道 虽然何小麦 不想在外边 暴露自己是盲人的身份 但唐生早晚会知道 方圆也就提前告诉她了 难怪 难怪 方圆解释后 唐生拍腿 表情有些可惜起来 多好的一个孩子 怎么会是盲人呢 放心好了 她来摩大后 不会有问题的 唐生老师 向方圆保证道 此时 何小麦已经经历了数场对战 哥达亚的体力下滑很严重 双方进入了休息环节 目前 校队中最厉害的 领动道场传人许兰 还没出场 她的目光 一直看向观众席方向的 唐生 何方圆那边 把何小麦 交给其他队员去 对战 不过看样子 其他人单挑的情况下 是不可能会是 这个何小麦的对手了 中午之前 哥达亚进行了足够的休息 使用能量方块 补充好体能 恢复了状态后 何小麦最终 与摩大校队的队长许兰 进行了对战 这一次 何小麦败了 即使用了心灵感应 哥达亚 依然败在了 那只接近大师级的 血妖女手上 对此 方圆也不算太意外 当初全国大赛 她遇到了准大师级的巨金怪 如今摩大的队长 掌握准大师级战力 也情有可原 时代在进步 明年的全国大赛 说不定就有 大学生之间的 大师级之战了 看来结束了 随着何小麦落败 方圆感慨到 一上午的对战 让何小麦非常有收获 同时 这些摩大的校队成员 也的确受到了激励 打不过一个新人训练家 这也太难受了 而按照赌约 今天一天 方圆都准备留在摩大 不仅要带何小麦 去逛鬼屋 重力房 还要指导她和校队成员 一些关于华丽大赛的事项 这些也是方圆 自己想做的 毕竟方圆 也希望母校的参赛者 能在华丽大赛中 表现更好一些 按照约定 今天下午 可不许走了 唐生拍了拍方圆肩膀 笑道 没问题 方圆道 不过今天下午的话 唐生表情忽然一变 猛地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 怎么了 方圆好奇问 当天下午 方圆待在训练馆 指导老同学的时候 外界传来一阵喧闹声 训练馆内的唐生一证 起身道 来了 此时 当前的帝都大学校队负责人 胡冠雄老师 笑哈哈带着 一批校队成员 来参观摩大 如今 正好逛到了训练馆 明天就是十二支的讲座了 今天下午在他的带领下 帝都大学这些校队成员 来熟悉一下摩大的环境 为明天的踢馆摩大做准备 来到摩大 胡冠雄 第一件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来埋太一番老对手唐生 自从上回 唐生带着方圆去帝都大学踢场子 两人的梁子 算是结下了 胡冠雄 对于这一届的帝都大学校队成员的实力 非常满意 认为 绝对不会逊色摩大的校队 所以他很膨胀 不仅是明天的交流活动也好 还是之后的华丽大赛也好 他都想要压着摩大打 老唐啊 好久不见 怎么 在训练吗 来到摩大训练馆后 胡冠雄带着白旗等校队核心主力 笑呵呵问候道 他身后 这位来自苏省吴州义中的精英 已经成为帝都大学的校队主力 这人 也是方圆老相识了 作为 吴州义中王牌 和平城义中的交流赛中 他的压嘴火龙 被一步一道报恩秒了 摩大和帝都的新生交流活动中 他的压嘴火龙 再一次被三合一词怪一道 超电磁炮秒掉 总之很惨 不过精力越惨 崛起越快 毕竟这都是洞里 三年下来 他也在帝大婚的有头有脸 职业考核 都已经通过了三关了 除了白旗外 还要 好几个帝都大的精英 气势十足 是啊是啊 今天校队有一个老队员 归队了 他们正开心地交流呢 老胡 明天的交流活动 你们可别怂啊 唐生笑呵呵道 怂 笑话 胡冠雄呵呵一笑 他身后的一众校队训练家 也露出笑容 这次 必然要击溃魔大 一雪前耻 直到 这些人中 白旗最先发现了 训练馆中的 一道熟悉道 可以令他铭记一生的人意 那个 胡老师 白旗站在训练馆的入口高台上 指向下方那道人影 结巴道 你看那个人 是不是 嗯 胡冠雄也看了过去 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这一看 不要紧 胡冠雄直接吓傻 此时 方圆也感觉到了来自上方的视线 立刻回头露出笑容 算是 打招呼了 卧槽 方圆 仔细对比后 胡冠雄一声卧槽 直接让帝都大学的所有校队成员 也都看了过去 他们表情先是茫然 后是震惊 卧槽 这个人 世界赛冠军 方圆 哎 对了 我刚才说的 今天校队有一个老队员归队 就是方圆 嗨 毕竟这小子刚大四嘛 还没毕业 唐生唏嘘道 方圆也是校队成员 当初还和其他届的校队一起参加了全国大赛 现在自然不能把他排除在外啊 当然 唐生自然不会真的让方圆参加交流对战 这样没啥意义 他现在就是吓唬下胡冠雄 别说 还真吓到了 此时帝都大学士气大崩 甘力量 胡冠雄 眼珠子一瞪 扯淡去吧 不过他仔细一想 方圆好像还真特么是大四 自从方圆参加过一届全国大赛 便不再参加后 帝都大学 就完全把方圆忘记了 毕竟 当时方圆都成第五天王了 正在备战世界赛 怎么可能还会参加全国大赛 这样的大学生比赛 而现在 唐生竟然把世界赛冠军扯出来 说他是魔大校队成员之一 这不是欺负人吗 就是欺负人 此时 胡冠雄身后 白旗他们这些校队成员 心中有些沉重 全部都看向了 胡冠雄 很想问一句 老师 这交流对战 咱们还打吗 要不 回去吧 方圆大魔王对于帝都大学的威慑力 还是很大的 第803章 魔大老校长 试图打入内部 7月29号 方圆在魔大这里 帮忙训练了半天校队成员 以及何小曼 至于一部 则偷偷潜入已经没人的魔大电竞设 教室爽了一下午 几十台电脑 开启 无数游戏 供他选择 玩一台 挂一台 就是那么畅快 这一天晚上 方圆久违地住回了 自己在魔大的宿舍中 虽然很久没住了 但学校还给他留着 至于一些灰尘 也不碍事 一部一道清新昭示下去 整个房间立刻会焕然一新 看起来你很开心啊 宿舍内 方圆看见还在亢奋中的一部 无语道 虽然比起电脑来 一部更爱手机 不过 偶尔玩自电脑 他的心情还是很愉悦的 而且由于有替身的缘故 是五倍的快乐 一部 等他的八指一部到账 他也要弄个大大的电脑房 好了 早点休息吧 明天还要要紧事 方圆道 不一 一部乖乖点头 今天方圆也够累了 教导了一天的同学 不过其中也还是很欢乐的 不仅看到何小麦横扫了摩大 自己 还把帝都大学吓走 实在有意思 但话说回来 何小麦距离真正的校对精英 还是有些实力差距的 估计再等一年 他才能真正做到 无视一切的横扫吧 方圆对何小麦的期望 也不算太高 有苏树那样的成就就差不多了 毕竟 他过两个月 也是十二指了 教导出来的徒弟 怎么也不能比恐害大师 教导出来的差啊 继续看资料吧 过了一会儿 一部去冥想了 而方圆 这回不打算用冥想代替睡觉 而是打算看一些复杂的文字资料 来催眠自己 昨天骆托姆更新的一堆精灵资料 他还没有看完 这些资料 主要是这段时间的精灵实力进展情况 这一个月下来 方圆的队伍实力 又有了很大的变化 这得益于精灵们协调基础打得很好 最近经过专项训练 战力 立刻突飞猛进 还得益于方圆成为十二之后补后 顶级资源无限制的提供 首先是自爆瓷冠 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协调能力过关的刚系 电系造诣达到顶级领域的顶级第二阶段 站立了 魂心武装模式下 妥妥的是顶四霸主 其次是贪吃鬼 火系造诣达到了顶级水平 常态下 以幽灵 火属性发挥出顶级第二阶段的实力 也几乎没有问题 超进化后 妥妥也是顶四霸主 再有是快龙 龙系造诣也达到了顶级层次 不携带银色 之羽的话 相当于顶级第二阶段的飞龙双系霸主 携带银色之羽 进入黑暗快龙模式 除非是那些锻炼到种族极限的高种族精灵 不然很少有精灵可以压制它 目前为止 快龙依然是无法独自掌握黑暗状态 而银色之羽 也已经被黑暗腐蚀了一半的颜色了 眼看银色之羽就要失效 但方圆他们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只能除了飞行系外 多让快龙锻炼锻炼龙系逆龄 以及觉醒力量 恶招式了 也就是说 世界赛过去三个月后的今天 方圆的六大主力 几乎差不多全员最弱 也有顶级第二阶段的实力了 个别精灵 还能单独发挥出顶级第三阶段的实力 这种实力 完全足以在华国内排进前50 最主要的是 有些实力标准 还不算它的心之力增幅效果 那些老牌二星大师 比方圆强的地方 也只是二队实力了 不过虽然方圆的二队实力不强 但方圆的二队 基本是打辅助的 自身实力反倒是其次 看着骆托姆总结的 长达6W8000字的精灵资料 方圆仔细研究起来 分析着 在挑战冠军之路之前 他们还能否进一步提升 几率不大 稳定当前的状态就很好 而自己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八月份内 准备好足够的 补充体能的能量方块 以及趁手的封印物 方圆在思考中 睡了过去 四日 因为十二只乔径大师的 《医护培育讲座》 摩大热闹非凡 方圆懒得去听 毕竟十二只 不可能在针对大学生的讲座中 传授什么高深密集 所以他第二天 在等待碰面乔径大师的时候 跟骆托姆寻找起来 适合做封印物的道具 最适合成为封印物的道具 基本是那些蕴含特殊能量的东西 比如阿尔宙斯的那些石板 不过 基本不可能获得到这些道具就是了 他手里这根银色之羽的羽毛 倒是可以 没准封印守护神级精灵 都随随便便成功 不在话下 但真这样做实在 抱点天物 方圆肯定会心疼 联盟里收藏的那些传说资源 就挺适合做封印物的 比如 一年不容兵 靠冰霜之力 配合波导 封印一些被兵器克制的精灵肯定 轻而易举 看来 要想找到好的封印物 还得靠联盟 而且 自己还欠了沧海王子两件传说资源 倒是可以顺便 所以是时候 向联盟申请资源了 就在方圆做出决定的时候 咚 咚 咚 门响了 敲门声响起 方圆疑惑了一下 不过眉头很快舒展开来 跑去开门 这个时候 能找到这里的 没几个人 他一开门 果然是摩大老校长 您没去听讲座吗 方圆问 嘿 讲座有什么好听的 讲完话 我就开溜了 孙校长呵呵道 方圆 坐 方圆也笑呵呵道 很好奇 对方找自己 是因为什么事 华丽大赛 还是 你要挑战冠军之路 孙校长直接坐了下来 开门见山道 他仔细认真的观察着方圆 很疑惑方圆是怎么想的 咦 嗯 知道了 当然 我好歹也是有资格成为守观者的训练家 孙校长摸了摸胡子 虽然因为工作 家庭原因退出一线了 但并不代表他不是训练家了 方圆道 是 随便挑战看看 想看一下 自己世界赛后的进步 有多少 孙校长 特么的 人化 世界赛才过去多久啊 又有进步 而且 直接奔着华国最顶级的挑战去 就算是 现任十二支那几个老头 也没把握通过吧 你疯了 还是我耳朵有毛病了 协会传出方圆挑战冠军之路的消息后 摩大老校长 不知道接到了多少老朋友的电话 询问是怎么回事 他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不过 这回老校长学聪明了 不在这上面反复横跳了 今天他过来 是通知方圆一件事的 摩大老校长 笑眯一道 年轻就是好啊 校长 你来不会就是问这个问题吧 方圆一脸古怪 当然不是 也不算什么秘密 提前告诉你也无妨 如果顺利的话 冠军之路的挑战上 你会遇到我 不过 我可不会留守的 摩大老校长起身 曾几何时 他也是华国赫赫有名的训练家 见证了方圆创造那么多奇迹后 这一次 他决定不在背后默默等着结果了 而是打算亲自参与其中 看看方圆可以走到哪里 为此 他决定 将那些老伙计 都召集回来 镇守在冠军之路某一关 这样一来 不管最后出现什么结果 他都能有个心理准备 不过他估计 方圆通过二 三关 就是顶天了 哎呀 这 方圆文言 忽然一正 哈哈 不用担心 我的身体还是没问题的 老校长 拍了拍胳膊 表示自己很硬朗 不 我只是忽然怀疑起来了冠军之路的含金量 方圆心中默默道 第804章 我真没请水军啊 摩大老校长 平常很少来学校 这次是因为12支的讲座 特意来看看的 顺便抽空和方圆聊几句 不过聊了半天冠军之路 方圆也只从 对方这里得到一个有用的消息 那就是 孙校长会成为冠军之路 十个守官者之一 告诉我 这点信息也没用啊 毛球都查不出来 孙校长走了之后 方圆 让骆托姆调查起来 对方的精灵资料 并非真的查不到东西 而是年代 都太久远了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摩大老校长那个年代 科技还没这么发达 精灵比赛 也近乎没有 方圆 最多查到几个精灵名字而已 所以 在方圆看来 对方还不如不来 想要提供信息 起码 也要把十个人的资料都说出来啊 你说是吧 骆托姆 哇 大概是吧骆托 骆托姆点头 不一 无所谓 乱杀 一步摇头 方圆吐槽完后 就不再去想这件事了 然而 就在方圆 想平静地等待 十二只桥大师演讲完 然后双方碰个面 商量后天 华丽大赛事项的时候 出问题了 嗯嗯 我知道了 那就加大供应量吧 一备好了 不用太多 方圆挂掉华丽大赛 临时负责人给自己打的电话后 沉默了下来 他刚得到情况说 华丽大赛的参赛者 都疯了 而原因很简单 方圆在世界赛上 直播打广告时候 承诺过 参赛就送能量方块 现在华丽大赛真的举办了 他自然不会失严 所以这一次的 参赛选手 都分到了一盒能量方块 不仅参赛选手 有 华丽大赛会场附近 还建立了出售能量方块的 友好商店 7月30日 7月31日 是参赛选手们 现场登记的日期 同时 也就是这一天开始 训练家们陆续第一次 接触到能量方块 这是万恶之源的开始 由于方圆给能量方块 做过广告 并且 能量方块 还没正式出售的缘故 广大训练家们 可以说是对这种 被培育家吹得 天花乱坠的营养品 好奇死了 而能量方块 也完全没有辜负 他们的期待 吃了能量方块的精灵 给出了好评 出乎训练家们的意料 不仅口味 几乎零差评 并且一些处于 突破边缘的精灵 吃了能量方块后 还立刻有了 一定程度的成长 短短半天 华丽大赛 送参赛选手的能量方块 就被这些训练家们 用完了 无论是训练家 还是精灵 都一由未尽 还想要更多 听说反应很夸张 方圆打开了手机 进入了华丽大赛 官网论坛 很快 就看见铺天盖地的评论 清一色的好评 而且内容离谱 就像是华丽大赛 请了一堆低级水军一样 才吃了一口能量方块 我的皮卡丘 就厌恶平常吃的 精灵小饼干了怎么办 音音音 能量方块好贵啊 有人包养本帅哥吗 我靠 我的八大蝶吃了 一口这种蓝色小方块 立刻领悟了念力招式 你敢信 有图有真相 骗人多X 我的迷春节等级太高了 以前一直不听话 但给了他能量方块吃后 还亲了我一口 总之这食物太棒了 果然啊 想让一只精灵认可自己 就得先抓住他的胃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能量方块对于人类来说 也挺美味的嘛 咱喜欢黄色口味的 干 看完几十上百条评论 新闻 帖子后 方圆整个人都不好了 既在意料之内 又在意料之外吧 方圆最后沉默地关了手机 他发誓 这些人绝对不是他找来的水军 可能是那些初次接触到 能量方块的参赛者 被能量方块的效果震惊 之后的自来水行为吧 看来 这次华丽大赛之后 能量方块要卖风了 广告吹得再厉害 也不如训练家们 亲自体验下效果后的 自主推广 要效果好 魔都 明珠区 华丽大赛会场外的训练区域 此时热闹非凡 虽然后天才是华丽大赛 但是这里 已经聚集了不少训练家 为了在华丽大赛中 取得好成绩 提前来这里训练训练 还是值得的 八大壶 用念力控制重丝 捆绑 PAY GO 摩依依 皮卡壮 用钢铁尾巴 把电球打出去 好 随着一声声令下 这些训练家纷纷 指挥着精灵用出 还不算太熟练的组合招式 他们其中 有大学生 有刚刚经历完高考的 新人训练家 也有刚刚成为 新人训练家的准高三升 这些人 不是很有实力 就是很哦 魔都地区的 方圆杯华丽大赛 是最先举办的 一场华丽大赛 想要成功报名 非常困难 如果没有合作学校推荐 那就只能靠运气抽号了 但即使如此 训练家们也屈之若鹜 疯狂报名 因为华丽大赛的奖励 实在太香了 参赛就送能量方块 不管什么名次 都有奖励 并且奖励价值 还会层层递进 这么好的福利 不凑热闹 还是人嘛 确认能量方块 效果远超市面同 价位营养品后 这些用完能量方块的 参赛选手 又瞄准了 华丽大赛会场附近 出售能量方块的 友好商店 几百块钱一块 那又怎么样 买买买 这年头 能培育得起精灵的 都是有钱人 最便宜的能量方块 一盒 价格也有上百 贵的 像浅蓝色能量方块 这种全精灵通用 且成本高的 千元一块 这本是让绝大部分训练家 望而止步的价格 但是 抵不住 能量方块效果太好了 反正不管怎么训练精灵 也是得花钱 为什么不让这些钱用的性价比 更高一些呢 买能量方块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不管是自己用也好 还是买来送给 轻狂好友也好 总之 不到一天时间 华丽大赛会场 这边的能量方块 便卖光了 来一盒能量方块 抱歉 今天的份额已经卖完了 那预定 一下明天呢 我的卡比售都惨哭了 抱歉 暂不支持预定 有需求 可以到华丽大赛 官网预约哦 MMP 那个预约见面都多久了 我早就预约过了 你们一直不发货 哎呀 华丽大赛 也让众多训练家 再次意识到 方圆实在太强了 连能量方块 这种营养品 都能研究出来 训练家大佬 研究大佬 培育大佬 方圆还有不擅长的领域吗 方博士 恭喜恭喜 看来能量方块 马上就要畅销全国了 30号下午 魔都大学 高档的会客餐厅内 一天讲座结束后 12只卫阳乔静大师 应魔大东到主方圆的邀请 准备和方圆 一起在魔大会客餐厅用餐 虽然一整天都在进行讲座 不过乔静大师也知道了 华丽大赛那边 能量方块引起的轰动 虽然目前还只是 小范围内的狂热 但是这已经证明了 广大训练家 对于能量方块的认可 等能量方块正式出售后 恐怕用不了多久 这位方圆博士 就能位列华国 富豪榜了吧 见面后 留着灰白卷发的乔静大师 观察着年轻有为的方圆 恭喜道 还好 还好 方圆充满笑意道 方圆之前又看了一下 华丽大赛官网上美神香水 能量方块的预约量 数量已经极为可观了 就像乔静大师想的那样 一旦开始出售 拥有能量方块专利 掌握着国内最大的 生产能量方块的工厂的 主要股份的方圆本人 将会变得无比富裕起来 华丽大赛 能量方块生产工厂 都是方圆集团的企业 而合作方 则是训练家协会 不出意外的话 华丽大赛和能量方块的崛起 已经势不可挡 唯一值得期待的就是 他们什么时候 可以走出国门了 畅销全世界了 不过 相信那一天 不会远 不过 能量方块卖得在火爆 对于方圆来说 也已经无所谓了 他现在缺的只是 传说级别的资源 而这东西 用钱也买不到 至于其他方面的资源 就算没有钱 方圆 也可以随随便便申请到手 所以对于现在的方圆而言 钱似乎 真的只是数字了 我对钱没有兴趣 方圆在乔大师面前 表现出来了 一副风轻云淡 但博名利的形象 这让这位十二只 对方圆好感极佳 不一 看着方圆还装起来了 旁边座位的一部 瞥了方圆一眼 还好还好 呵 渣 训练家 之前在宿舍里 乐开花了的是谁 大喊呜呼 起飞 得是谁 但一部也不拆穿方圆 反正他发现了 方圆 确实没啥特别带好 基本不怎么花钱 方圆的钱 绝大部分 都花在了精灵身上 所以 一部瞳孔一亮 也就是说 方圆越好 就等价于他们越好 哇 有方圆做训练家 实在是太幸福了 刻报 啊 方圆博士 你的一部这事 乔大师发现了 在另外一张椅子上 沉醉 打滚 蹭一辈的眯眼 一部 茫然起来 他行一大半辈子 没见过这种毛病啊 没事 可能是饿了吧 方圆一头 黑线地看了一部一眼 用餐过程中 都为华丽大赛 主要评审嘉宾的方圆 和乔静大师交流起来 交流过程中 方圆发现 乔静大师还蛮随和慈祥的 不像孔亥 大师他们一样脾气古怪 聊着聊着 乔静大师 已经把对方圆的称呼 从方博士改为 直接叫名字了 乔静大师是越看方圆越顺眼 这样优秀的年轻人 实在不多 如果方圆还是单身 他都有点想把孙女 介绍给方圆认识了 乔静大师 全程笑眯眯的 同时 他想起来一件事 眼前的方圆博士 据说接下来 还会挑战冠军之路吧 明明直接就可以成为十二指 却偏偏要去挑战冠军之路 方圆到底有什么打算 不如 乔静大师心道 为了更深一步地了解方圆 乔静大师心中暗自决定了 不如他也去申请一个 冠军之路守观者的位置吧 用他自己的方式 再次接触一下 这位会长看好的年轻人 毕竟 方圆负责的华丽大赛 和他负责的精灵中心 即将建立全面的合作关系 通过各种方式互相了解一下 也是应该的 乔静大师为十二之中的卫阳 彭孔骇大师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人物 他自身也是训练家 不过并非专精对战 而是专精医护育 不过 这并不代表乔静大师对战很弱 研究和对战还好 但医护育育和对战 几乎是联系非常紧密的领域 十二支 没有一个弱者 就算是专精其他方向的 实力也足以在华国排名前列 乔静大师在观察方圆的时候 方圆也在观察这位老人 方圆曾听说 乔静大师似乎有一支锻炼到种族极限的幸福蛋 号称绝对不可能倒下 还被誉为是华国第一 治疗 不知道 如今掌握生命能量用法的美纳斯 和对方的幸福蛋 究竟谁的治疗能力更胜一筹 第805章 公开超进化 最华丽的乐章 7月30日 能量方块效果广受好评 方圆结识了十二支乔静大师 7月31日 因方圆的要求 华丽大赛周围的友好商店 对于能量方块的供应量翻倍 更多慕名而来的训练家体验到了能量方块的效果 虽然说 参赛选手数量不多 但是 观众多呀 我都华丽大赛会场能容纳数万观众 门票早早被轰抢一空 这些人中 训练家数量占比非常大 他们也是购买能量方块的主力 随着能量方块快速受光 然后买家反馈好评 他的口碑已经超越了市面上绝大部分营养品 不过这一天 方圆没怎么关心能量方块带来的影响 他来到了谢学姐的研究所 来亲自看看超净化石检测装置的研究进展 研究非常顺利 如果继续这么顺利地进行下去 两个月内 测试品研究成功 投入实验应该不在话下 方圆同样好奇的 还有如今七夕青鸟的实力 毕竟 他把超级时 要是交给谢清一保管了一个月 一个月呀 一个月呀 就连江流 叶辉大师都没这待遇 但虽然好奇 方圆也没有急着问 明天就是表演赛了 太早就知道七夕青鸟的全部实力资料 未免有些无趣 8月1日 时间终于来到了 华丽大赛方圆杯的举办时间 众多参赛者都在室内或者室外 做着最后的调整 或紧张 或兴奋 魔都 明珠区 华丽大赛会场 经过选拔 从数千个精灵对战主持人中 脱颖而出的消情 成为了最特殊的 华丽大赛方圆杯的主持者 这位青春靓丽的女性 被称为最行动派的女主持人 特征是 右眼下方有克制 声音别具感染力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期待已久的华丽大赛庆典 方圆杯终于要开始了 消情激情四射的声音 在华丽大赛会场响起 同时 华 杯一声 随着他站到拥有水池的舞台中央 六支美帝惊心动魄的美纳斯 缓缓从水池中出现 环绕着他 卷起反光的金银水墓 让他一瞬间成为全场焦点 这六支美纳斯 是方圆曾经在精灵试博会 使用美神香水进化的那几支 如今 他们都是 华丽大赛的代言精灵 接下来还会不断往返 华国各地华丽大赛 成为最受瞩目的精灵明星 不过在场的上万人都清楚 这六支美纳斯虽然美丽 但最美的 美纳斯 应该还是华丽大赛之父 华丽大赛缔造者方圆的那一支 哦 方博士冲压 为方圆大大特地买的门票 我们不是来看华丽大赛的 是来看方圆博士的表演赛的 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音 在观众席响起 让舞台之上主持人 萧秦女士露出笑容 她看向黑乎乎一片的观众席 感慨着方圆的魅力同时 再次开口道 大家的热情 我感受到了 那么 接下来请先让我为大家介绍 此次的三位评委 以及特邀裁判 首先是妖精天王 谢清一小姐 无数灯光 会及评委席 照在了一个 有着耀眼夺目的茶金色长发 戴着眼镜 看起来书香气十足的美丽女性身上 热烈的呐喊声中 谢清一微笑起身 表示感谢 随后主持人依次介绍另外两个评委 十二支 乔静大师 以及 华丽大赛的创始人 方圆 随着乔静大师和方圆陆续讲话 会场气氛达到空前高涨 这个 评委阵容 可以说是相当豪华了 决定让谢清一进行表演赛后 方圆也邀请了她成为评委 以妖精天王的名气 人气 实力 她完全有这个资格 最后 此次华丽大赛的特邀裁判 则是大家最意想不到的一位 她就是 博学的精灵代表手机骆托姆先生 拿着话筒的肖琴 伸手向着华丽大赛对战屏幕前的手机骆托姆 介绍道 巨大的华丽对战屏幕前 方圆的手机骆托姆 嘿嘿一笑 华丽值的计算系统 想要准确无比 还是得靠智能科技精灵 她自然而然担当了此次大任 大家好骆托 我是裁判骆托姆 骆托姆使用扩音器 盖过观众的声音 她那兴奋的模样 让观众们哈哈一笑 介绍完四个重要人物 肖琴单手一挥 将话筒换了个位置 好 相信大家 已经迫不及待了 随后 将由我们的妖精天王谢清一 来为大家进行华丽表演环节的示范 这之后 方圆博士还会出场 与她同台进行华丽对战赛 那么 在激烈的对战中 让我们迎接正式比赛的开始吧 主持人肖琴大喊道 毫无疑问 这个环节才是观众 选手们最期待的环节 就连十二支的乔敬大师 都看了一眼旁边的两位年轻人 很期待 他们能进行什么样的表演 谢清一觉得 方圆能邀请她进行华丽大赛的表演赛 是她的荣幸 因此 这一个月来 她都在十分努力地 协助超级七夕清鸟 完成各种华丽技巧 为的 就是帮助方圆 给华丽大赛制造一个最完美的开端 谢清一 谢清一 邀金天王谢清一 掌声雷动的会场中 人气丝毫不比方圆低多少的谢清一 精致的面容上扬着笑容 一步一步走上主舞台 此时她已经把眼镜摘掉 被眼镜封印的气质 请客释放出来 全新的形象 让欢呼声更为剧烈 是谢清一 选手是某处 何小麦心情激动 她最崇拜的女性训练家 何方圆要同台对战了吗 究竟谁会胜利 除了她之外 众多摩大的师生 看着走上舞台的训练家 表情也十分骄傲 无论是方圆也好 谢清一也好 都是摩大走出来的学生啊 去吧 七夕青鸟 舞台中央一侧 万众瞩目下 谢清一将七夕青鸟的精灵球 拿出 亲吻一下之后 华丽抛出 随着光彩夺目的魔法闪耀 制造出绚丽的灯光出场效果 一道高昂美妙的叫声传出 声音动听悦耳 令人沉醉 谢清一对于七夕青鸟的培育 无疑是十分完美的 观众们从远处看去 舞台上空的七夕青鸟 拥有优雅的天蓝色的身躯 蓬松的翅膀 仿佛棉花一般 高贵 优雅 神秘 强大 散落的闪耀光点 萦绕下 这只七夕青鸟 看上去十分美丽 让不少训练家 生出收服一只七夕青鸟 巴的念头 就在观众们睁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舞台 期待起来 摇尽天王和七夕青鸟 能进行怎么样的表演的时候 七夕青鸟轻横的旋律中 另外一道动人的声音传出 只见 舞台上 谢清一缓缓将左臂伸到身前 让镶嵌钥匙的超级环显露了 出来 右手轻轻在钥匙上一抹 回应我的心吧 七夕青鸟 Mega进化 随着谢清一开口 下一刻 他洁白手腕处超级环上的钥匙 以及七夕青鸟身上隐藏的超级石 同时光芒大胜 这一幕 让不少训练家从座位站起 想更清晰看到接下来的画面 印证自己的猜测 难道是 不会吧 是超进化 观众席 有人忽然大声 开口 能成为华丽大赛观众的 基本都看过世界赛 自然知道 超进化是什么 那是超越进化的进化 目前 只有方圆掌握这种力量 自从方圆展现超进化后 这种神奇的力量 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而如今 竟然在华丽大赛会场 再次现身 七夕青鸟超进化 妖精天王的崛起 这门票 买得太值了 混蛋方圆 此刻 谢清一也感受到了 来自钥匙上散发的强烈能量 但是他的内心 却出现了一丝松动 方圆 把超及时 钥匙给他保管一个月 他自然已经知道超进化 根本不用念什么台词 只要用手触摸钥匙 便能触发超进化 很显然 超进化台词什么的 都是方圆自己的恶趣味 之前发生的事情 方圆已经录像了 他不想追究 但是期间 谢清一忽然想起 他还答应了方圆 在华丽大赛 做超进化公开表演 谢清一完全无法接受 在全国训练家面前 念超进化台词 可最终 方圆的一句话 多多少少念一点 这样以后 拿到超进化时的训练家 才会效仿 总不能光你一人念吧 谢清一仔细一想 的确是这个道理 大家都念了 等于我没念 不能自己一个人吃亏 自己得帮方圆 所以 他便按方圆的要求 临时找了句短的 希望能糊弄过去 不过 事实上 根本没有人在意 谢清一那句台词 超进化台词这东西 也完全看颜值和声音的 像谢清一这样的人 念出 观众 别有一番感觉 只觉得很帅气 现场 电视 网络中 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要时 超级时尚弥漫的白光 一下子 遮盖住了七夕青鸟 和谢清一 让它们看起来 华丽无比 在这一 差马 超进化之光中 谢清一抬起头 美目流盼 视线顺着光芒 看向了七夕青鸟 呼呼呼呼 气流翻滚 水池震动 浩大的声势下 随着超进化之光的崩散 超级 七夕青鸟的面容 终于被观众们看到 能被快龙赞赏的 超级七夕青鸟 自然很漂亮 即使是以人类的角度 也觉得超级七夕青鸟 非常美丽 这就是超进化 七夕青鸟吗 好美 和谢清一天王的气质 意外地般配 超进化出现 全场瞬间轰动 原来他们在 抱着这个主意 评委席 唯一剩下的评委 12只乔近大师 看向旁边 此时方圆 已经消失不见了 现在 乔近大师 已经可以确定 这第一次华丽大赛 将会比预料中的 更为有话题性 让超进化出现在华丽大赛上 也只有方圆有这个本事了 这个小姑娘 被方圆 给予了超进化能力吗 看着超级七夕青鸟 全身那如发光珍珠般 特殊羽毛 不少人视线 完全一步开了 即使是 12只也一样 超级七夕青鸟 最大的吸引他们的地方 就是神秘 毕竟 超级七夕青鸟 还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众人都好奇 它有着怎样的特殊之处 七夕青鸟 起舞吧 谢清一轻声开口道 华丽表演赛 自然要展示组合技 超进化 只是开胃菜 随着它化落 超级七夕青鸟飞到高空 不断盘旋飞舞起来 这期间 它张开棉花般的翅膀 洁白的棉花羽毛 缓缓飘落 形成云海 是棉花防御和羽毛舞的组合技 主持人柳琴讲解道 超级七夕青鸟舞动的动作 太优美了 导致洁白的棉花羽毛 飘落过程 给人一种视觉上的极致享受 这些羽毛 没有降落 而是如同翻滚的暴雪般 形成了一片白色的云海 漂浮空中 震撼无比 云海之中 那珍珠般的光芒 不由自主 让人心神宁静下来 而翱翔其中的七夕青鸟 就如同云海君主一般 高贵神秘 很快 七夕青鸟开始了真正的表演 它在云海间飞舞的时候 弥漫妖精之光的身躯 触碰到棉花羽毛后 其中开始传递出了优美的旋律 高昂 美妙 由 鱼音绕梁般的歌曲 出现在了众人耳边 旋律不断在变化 云海也在不断翻滚 变化 期间 有无数棉花羽毛化为白色光点 脱离舞台 向着观众席飘去 光点 带来的 是 让人心醉神迷 仿佛置身梦境一般的感受 通过协调的光运交错 七夕青鸟 成功让现场观众们 以最放松的心情 聆听起自己的乐章 七夕青鸟身体上的妖精之光 每次与棉花羽毛碰撞 都能响起不同的声音 不少沉醉于七夕青鸟 华丽的弹奏过程中的观众 都没有意识中其中 可怕的 协调造诣 一些招式的碰撞 能量爆炸时 会发出轰烹的剧烈响声 但如果控制得当 也会发出悠扬的旋律 七夕青鸟如今做的 就是通过妖精能量与棉花 羽毛的撞击 演奏一曲曲乐章 治愈铃声 唱歌 魅惑之声 轮唱 回声 高音 众多声音类招式的旋律 都于这次演奏中出现了 多数人沉醉于优美的声音中 也有部分精灵感受到了 歌曲中的杀鸡 那是灭亡之歌 仿佛只要一瞬间 七夕青鸟 就能将这治愈心灵的歌曲 转变为灭杀一切的诅咒之音 华丽大赛现场 有不少经验丰富的训练家 都明白了 这只七夕青鸟的强大 七夕青鸟 是以防御著称的精灵 它的防御手段 无疑是最好的防御 而超级七夕青鸟 竟然可以通过妖精能量 与羽毛的触碰 演奏蕴含多种旋律的乐章 这让它在防御的同时 拥有了这样 无数精灵忌惮的变化手段 如果说 七夕青鸟超进化后 妖精皮肤 是它获得的其中一大 增强实力的特殊能力 那么 超级七夕青鸟 相比普通七夕青鸟 其实还有一个能力发生了蜕变 那就是 对于声音类招式的掌握程度 七夕青鸟的歌声 放眼整个精灵领域 也只有少数精灵可以媲美 而对于超级七夕青鸟来说 能压制它的 恐怕也只有幻之歌姬 美洛耶塔等特殊精灵了 短短一个月 谢清一和七夕青鸟 将超进化带来的能力 挖掘得相当完美 陶醉中 不少人下意识闭合上双眼 想纯粹地享受下这旋律 不过很快 他们却发现 七夕青鸟弹奏的乐章 旋律越发的激昂 忽然宛如战歌一般 浮屋 激然的旋律中 穿插入了一道 与之碰撞的声音 让所有观众不约而同 看向一个方位 哗啦 七夕青鸟下方的水池中 晶莹的水花飞溅出去 这个过程中 有薄薄的白雾生成 白雾之中 是保持着高贵优雅的姿态的美纳斯 相比于天空中的 超级七夕青鸟 它是另外一种美感的极致 薄薄的白雾 遮住了 它美丽的身体 水目下 美纳斯的鳞片微微发光 若隐若现的感觉 让它产生一种朦朦的美感 哪怕是对精灵脸盲的观众 此时也可以确定 这只美纳斯 要比先前出场的六指 美太多了 那高高在上的气质 根本不是寻常精灵 可以复制出来的 脚步声传出 方圆来到表演舞台的另外一侧 站在了美纳斯身后 和他一起注视着七夕青鸟 注视着谢清一 这一刻 观众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纷纷兴高采练 激情澎湃地呐喊起来 华丽对战赛